当地时间16号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 将加大对哈马斯施加压力 以实现以色列的战争目标 16号当天 内塔尼亚胡在出席一场纪念活动时表示 由于乙军对哈马斯高级指挥官和人员的打击 哈马斯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乙方仍将坚持一贯的立场 并继续对哈马斯施加更大的压力 来实现所有的战争目标 据以色列媒体耶路撒冷邮报16号报道 消息人士透露 由于哈马斯此前愿意在以色列 不承诺永久停火的情况下 执行第一阶段停火并继续谈判 停火协议原本有可能在本周达成 哈马斯将在下周释放以色列被扣押人员 不过消息人士称 在协议即将达成之际 内塔尼亚胡又临时增加了两个谈判条件 要求以军不撤出加沙地带与埃及边界的费城走廊 以及禁止哈马斯武装人员返回加沙地带北部 消息人士称 由于国内属于极右翼的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 本格维尔威胁退出执政联盟 内塔尼亚胡为避免政府垮台 破坏了此次停火协议的达成 本月以来 以色列和哈马斯方面在相关斡旋方的组织下 就加沙停火和交换被扣押人员问题 展开了一系列的谈判 哈马斯方面指责以色列实行拖延政策来赢得时间 目的是像前几轮谈判一样 来试图阻止协议的达成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